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网 我是徐俊相带你挖真相 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 投资人都很关心 这个星期吹什么风 我们来看到台股在外资 终止连十五买之后 今天气质如虹 非常争气 一口气收复了9000点 但是我们要来看看 外资行情还能持续呢 我们以为日本的安倍首相 印钞票能够救经济 同时钱能够满到台湾来 那是最好 实际上你看到的真相却是 安倍被黑田 美国跟美魔女三面夹杀 究竟怎么回事 一开始我要请侍聪 带我们来破解这个日本 就在我们的邻国 跟我们的经济面 可以息息相关的 最新的这股风 安倍居然被蒙在鼓里 这怎么回事 是 没错 我们在讲安倍之后 我们现在讲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的话 在上个礼拜五 出现一个大跌状况 尤其是外资终结15买 转为卖超之后 大家都心惊惊惊 想说今天早上的台北股市 不知道怎么样 就没想到今天早上的台北股市 一开盘又重新回到9000点之上 盘中的话 我们都看得出来 外资的买盘是非常非常的积极 包括很多全资股 又被它重新拱起来 果然今天这个收盘的状况 外资又买超了128亿 今天台北股市 又重新站回5日均线 和10日均线 而且最后上涨96点 收在最高点9080点 好 今天的这个数字 真的是让投资人 吃下了一个定心丸 要不然今天 浩子开始营业之前 大家心里是什么 七上八下的 八月的第一天 可以卸品注 对 不过就今天的盘面来说 美中不足的就是成交量 我们看成交量目前的话 还不到800亿 这个可能是 那个多空后来的关键 其实我们是讲 在9000点之上 不只是内资跟外资 互相对作之外 就像你知道 现在连外资自己本身 都出现一个 多空论战的一个状况 你说外资看台股 8月怎么走 多空看法分歧 对 我们看到 今天其实有整理出来 包括说摩根斯丹利 他看说台股还有机会 上到9500点 麦格里是9000点 可是你看热影 只有看到8400点 你看两个相差1100点 你看看 相差1100点在那里震荡 当你以为说 现在第三季Q3 不是准备要卖 就是所谓电子业的旺席吗 居然还看法这么保留 这么看空 8400 对 我们现在这样看多的 摩根斯丹利最看多 他说因为去年的GDP的成长 机极比较低 所以今年基本面有机会转强 有利于后续的投资期 所以他看台股到9500点 但是我们不要一面看多 我们来看看空方到底是怎么说的 这个是以瑞银为代表 瑞银的董承康他说了什么 因为林祖建他认为说 恐怕已经进入库存过多的环境 如果真正我们看下半年的 万一电子业进入旺季 销售不如预期的话 怎么办 可能就会有overbooking的状况 所以他维持台北股市8400点的目标价 他认为是保守谨慎来看待 所以现在怎么看台股 就是看外资的动态 讲到外资 我们临近的这个国家日本 我们连续几天持续看进去 盯着他的样子 礼拜五我们看到说 黑田没买安倍的单 28兆日元硬是不给你傻 我们就在想看法保留 结果没这么简单 背后原来出现另外一个拐点 找到迎武者 对 我们刚刚上礼拜五 台北股市出现下跌 有一个说法就是安倍没有 这个黑田没有继续的印钞票 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可能资金行情会告庆 但是现在大家就想说 黑田好大的胆子 他居然不买安倍的账 我们上个礼拜才跟大家讲 其实这所谓的安倍的28兆撒钱 背后的目的是为什么 他跟天皇已经主导了一出戏 准备要来修宪 他不是要为了拼日本的经济 不是要拼日本的CPI 他重点是要修宪大戏 所以你看到的是拼经济 十则终极目标是为了修宪 我们先起舞还告诉大家 安倍二楞子状况外没买单 他是没有参透这一点 后来发现我们错了 背后原来黑田比谁都清楚 他在2005年到2013年 他担任的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总裁 所以今天换句话说 亚洲开发银行后面是什么 美国的势力 对 虽然说他亚洲开发银行 出钱的是日本 但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一个美国在后面 当营物者的机构 到2013年的时候 安倍准备要换掉他原本的总裁 白川芳明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名单 美国那时候就 PASS了一个名单给他 就给你塞进安倍的口袋 就用这个人 黑田冬燕 其实黑田冬燕跟安倍 一点远远都没有 为什么他后来会接受 就说穿了就是 这是美国下好的一步棋 黑田冬燕接到了来自美国 更神秘的电话 你说他接到了一个 来自美国的命令 美国跟他说什么 你这个傻超 你稍微缓一缓 为什么 因为美国跟他讲说 我们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原本市场预估2.5% 但是我们现在追星公布的数据 可能只有1.2 1.2的经济数据这么烂的时候 如果你在这时候 给我傻超票的时候 你不是给我添麻烦吗 我美元现在 第二季的经济成长不好的时候 我希望出口能够多增加一些 所以我希望美元弱势一些 如果你给我抢先这个傻超下去的话 会让 因为日元会出现下跌状况 美元会强势 那这样不是优坏了我整个 美国老大所有的好戏吗 所以今天安倍 邓田看不说28兆的日元 要来救经济玩 这笔钱出不去 他的政策受到了质疑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党内的同志 对 没错 现在安倍可以说是树面受敌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黑田冬燕 他听美国了 他不听你的这个账之外 你知道之前安倍一直希望说 日本的政府进来买这个 日本的政府基金 来买这个日本的股市 就是现在这个数字出来 那前三统计到三月为止 日本的政府 全世界最大的退休基金 日本政府的退休投资基金 已经产赔了5.3兆日币 折合新台币是1.65兆 天啊 这个数字是安倍的KPI 是minus的 对 很多他们所有退休组都说 我的退休基金就被你安倍这样花掉 我还没老 我钱都被你花光了 他们明月已经开始 开始逐渐的沸腾 明月沸腾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这个礼拜天的时候 日本有举行一个 日本的这个东京都知识的这个选举 这个安倍支持的人选 这个宽田 增田宽野跟这个独立参选的小池百合子 两个对决 就没想到小池百合子居然是压倒性 压倒了安倍所支持的人选 什么 你说自民党提名一个增田宽野 结果今天的小池百合子他是同党参选 他没有脱党 他同党参选 我就不甩你 我自己选我的路 结果他选上了 这个就被日本这个媒体称为什么 百合子之乱 为什么 因为党内居然有人公开挑战 安倍的这个政策 大家就要问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 像是当时我们的柯P 白色力量自己出来选 结果高票当选问题来了 他凭什么拥抱名义 人民为什么跟着他走 事实上在安倍所谓的三支箭射出来之前 自民党曾经这个小泉纯玉兰 有主导过一个改革 但他的改革跟安倍的方向 是完全不一样 安倍是说我要扩大支出 硬钞票 但是小泉纯玉兰是什么 他说尊杰必胜 杜绝浪费 也就是说他要求是一个结构性的改革 他甚至说日本应该减少这些 这个不必要浪费 所以他的路线 完全跟安倍是不一样的 这个方向会不会进一步遍地开花 再来可能就要危急 安倍你的政权稳稳稳稳稳稳 因为这个小池百合子 他说他2008年说过一句话 说我希望成为日本第一个女首相 所以你看在整个民意开始沸腾之下 另外一派的声音开始逐渐壮大起来 搞不好等到安倍的民调往下跌的时候 我小池百合子马上就出来 挑战你在党内的权威 那当然对这个安倍 可以说是父辈受敌的一个情形 现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小池 她是史上第一位的女性的东京都知识 东京第一人会不会进一步 变成了日本第一人大家等着看 而日本人现在最关注的 谁可以把我经济搞好 谁 我就跟着你 现在我们看到了安倍的三件 父辈受敌 一路看到这个地方 谁是老师 日本人现在想起了 他们可以找一位老师 他的名字三个字叫做威士忌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说 事实上从威士忌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说 日本其实他们有非常好的技术 要那个技术假以实的话 其实日本经济还是有可能会重生的 我们就从威士忌的故事说起 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日本的威士忌根据这个统计数据 2009年到2014年之后 全球威士忌的平均的年增率是5% 但日本的威士忌5.6% 成长率更快 而且外销的销售量 在去年10年里面 过去10年成长11倍 去年为日本赚进104亿日币的收益 世聪 讲到日本你想到什么 酒 清酒 讲到威士忌我想到的是苏格兰高地 跟日本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代表说 他们已经日本正式打败苏格兰威士忌 成为世界威士忌的No.1 为什么是日本 对 为什么是日本 事实上我们要从一个人说起 这个人叫什么 叫做竹賀正孝 也就是说日本的威士忌的教父 我们知道竹賀正孝 他其实是日本出生的时候 他家里是酿清酒的专家 但他从小就对 因为那时候日本跟英国的关系 在1918年那时候 英国跟日本关系非常好 他那时候威士忌刚传到日本 那日本那时候上流社会 也非常喜欢喝威士忌 但是这个竹賀正孝 他就觉得说 我就是不喜欢喝sake 我想要打造出一个 属于日本的苏格兰的威士忌 所以在1918年 日本上流社会还在享受 sake的米酒香的时候 他已经被卖乡深深着迷 想要去学习怎么样酿制威士忌 对 所以他在1918年的时候 他独身前往苏格兰去学酿酒 就像你知道 他一开始去的时候 就跟我们现在很多 这个所谓的学徒一样 老师傅怎么可能愿意教你 老师傅就跟他说 好 你愿意学的话 你就在旁边看 你看到多少你就学多少 我绝对不会把我的独门秘迹 交给你 百名的我不会告诉你 你不会让你偷偷 你偷偷这个准备的 结果你知道吗 他靠了什么 他就说 他日后就讲 我当时好像就是 我的脑袋好像就是一台录音机 我的眼睛好像就是照相机 我在白天的时候看到一举一动 老师傅说了什么话 他用什么机器 用什么样的设备 我全部都把它积到脑海里面 那在晚上的时候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终于可以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今天白天我看到了什么 他就写下来一本叫做竹鹤笔记 把它的所见所闻 这一本笔记就变成日后 日本人的苏格兰威士忌的 最重要的一本笔记本 今天竹鹤正校的竹鹤笔记 为什么变成日本 发展出威士忌王国最传奇的一页 你刚刚讲到你没讲 今天来到酒窖里面 我没有要教你 不准带照相机 不准带录音机 你只能用你的五官全部打开 回来偷偷把它记下来 巨细迷 而且不要忘记了 他写的那支钢笔 正是日本带过去的 是 没错 于是20年的威士忌 在他们两个都过世之后 2001年获得世界威士忌 大赏的冠军 日本的威士忌 终于登上世界的第一名 但因为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NHK就拍他们两个故事 拍了一个叫做 阿正与阿力的一个大戏 年度大戏就你知道 在日本造成轰动 大家都很喜欢看 原来日本的威士忌 有这样一个曲折的故事 整个日本的威士忌 大家都对这个鱼式的威士忌 非常非常的注意 抢购 所以一部戏 吹出了大家对于威士忌的情怀 才了解100年前 日本威士忌酿酒的光荣传统 对 你看去年的销售量 到以往的这个7倍 那宣布停产的这个威士忌 20年了 现在价格已经来到万元之铺 所以你看 日本人在回顾过往的时候 从这个威士忌的故事 从即使不是在 我们日本生产的威士忌 我们都可以打到世界冠军 这个路或许值得 有现代日本人好好想一想 所以威士忌故事听到这个地方 亲皇您不觉得 日本的经济要怎么逆转身 或许以威士忌为师 时间慢慢酝酿出来的果实 才会是甜美 但日本人民能等吗 他们不能等 而且最重要的是 日本的年轻人没有时间等 有人根本等不到那个时间 他就已经沦落到社会底层去了 有这么惨吗 是 这在最近就是说 有一个题材就是说 日本有一些年轻人 被一个作家戏称为 叫做东京难民 为什么叫东京难民呢 他说这些年轻人 找不到政治工作 只能做派钱打工 然后到最后他付不出房租 所以他被迫要住到一天 折合日币一千块 折合台币大概三百块的 网咖里面去 日本我们一直在讲说 今天日本的社会 那种富而好利的年代 离越来越远了 你看房子买不起算了 连租租不起 最后只能沦落到网咖 难怪东京都知事 你看准结跟撒钞的对决 准结获胜了 没错 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这故事是一个日本的作家 叫福泽郑三 那他写这故事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自己的经理里面 他访谈 他看到真的有一群年轻人 就莫名的就掉到了社会底层 变成所谓的东京难民 那故事的主角 就是你看到这里面 这位叫石之修 因为这一本书叫年轻人们 他也被拍成了电影 叫东京难民 你看这个人长相 像不像明星 长得非常的俊俏 他怎么会沦为难民呢 他本来跟大家一样 就是一般的大学生 一个大三的学生 可是有一天 学校突然打电话通知他说 石之修 你没有缴学费 怎么会 我父母定期都会缴的 对啊 然后学校就告诉他 如果你再不缴学费的话 可能我们要请你办退学了 结果他赶快联络自己的父母 发现什么 原来父母借了高利贷 老家被查扣了 整个父母都跑掉了 所以到最后发现什么 没有人要帮他缴学费 换句话说 父母为了躲在 早就远走家乡 你自求多福 没错 所以这时候生活费谁付 没人付 然后学费谁付 也没人付 最重要是他现在住的房租的房租 谁付 也没人付 所以而且更惨的是什么 房租缴不出来 剩下一点点存款 房东竟然跟他说 你要退租 可以 对不起 排水口的清洗费 这个要还原费 你要付给我 地板磨损的还原费 你也要付给我 我的老天哪 那是我过的空调清洗费 你也要付给我 我口袋里仅剩了一点点 是我的保命单 你也要把我吃干妈净 没错 所以他仅有的一些存款 给了房东之后怎么办 没钱了嘛 那到哪去了呢 没钱怎么办 想办法到外面去打工 要不然的话 然后租不起那个房租 所以只好去住在网咖里面 所以为了要赚钱 他什么工作都做过 他说发地板发传单 我也做过 然后最重要是像这个 他的朋友 他有一次看到是 人体药物实验的工作 他想要去做 他朋友就跟他说 人体药物实验 到时候有什么副作用 你承受得了吗 我告诉你 这个我采访过 在台湾 也有那个工作很辛苦 钱非常拮据的乔生 东南亚的乔生 来这边念书 结果去当白老鼠 一样 打个几针 挨个几针 营养剂吃一吃 钱就入带了 没错 这十字丘怎么回答 他的朋友你知道吗 他就告诉他朋友说 我连今天都过不下去了 我还想到他明天有什么副作用 所以他也去做人体药物实验 这样的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发现什么 他发现很容易就是说 钱只要没有注意到 签契约的时候 工作契约签没好 有时候钱可能没赚到 还要赔人家一大笔钱 什么叫钱没赚到 还要赔一大笔钱 我贪不账就较少了 我还要赔一大笔钱 因为你合约没有注意好 雇主有什么陷阱在里面 你没注意到 所以你可能搞不好 虽然自己受了伤 还要赔给雇主一大笔钱 那到最后他做了什么工作 他跑去当牛郎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了三餐 你刚刚说的 他走在悬崖边 找到钢锁上 最后坠入了这个行业 一个大三的学生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已经被洗到下面去了 对 他去当了牛郎之后 很多人会想说 在日本当牛郎 这应该是收入很好的工作 但是俊相 我告诉你 不是这样子的 扣掉很多开销之后 他们其实一个月 大概20万日币 跟一般的工作 其实没什么不一样 所以他赚得多 花得也快 而且最重要的是 风险很高 有什么风险 因为石志秋就说好 就说本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觉得工作 好像可以做稳定一点 结果没想到什么 他有一个同事 他告诉他就说 你不要觉得 我们这一行光鲜亮丽 就是说你 第一个 你为了要照顾这些女客 他要你喝多少酒 你就要一直陪他喝酒 因为这样才有钱赚 第二个 这是最重要的 有些客人来会赦账 会欠你钱 他赦账的时候 你要帮他赦 要啊 让他赦 下次不来怎么办呢 所以你让他赦账 但是问题来了 这客人如果真的 还不出钱的时候 你要帮他还 这个酒店牛郎店的老板 要不要找你 要啊 那怎么办 如果我赚的钱 有些你刚刚说的 我花一花口袋 没多少钱 我还不起怎么办 你还不起 这问题就大了 为什么呢 通常开这种牛郎店 都是日本的黑社会 所以他就说 要不 他的同事就这样 他告诉他 要不 你就帮我到中国去卖毒 拿那个钱来还 你应该还我的钱 那怎么可以 我穷也就穷了 我没有犯法 贩毒被抓到 那是变掉的 对 在中国是判死刑嘛 他说好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怎么办 他说 我就会强迫怎样呢 拆你的器官去卖啦 天哪 一个大三的学生 一路洗 洗到社会的最底层 他还有路走吗 他到最后只能干嘛 他发现 他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去 当游民 因为他发现就是说 这个社会逼到我已经没地方去了 所以我发现当游民最安全 可是他当了游民之后 他才发现 原来有很多人跟他一样 是在这种莫名其妙之间 就沦落到日本社会的底层去了 我们看到日本年轻人 在这么无情的一股风之下 一路被洗 这是石之修的故事 退一步想 你可能会想说 像日本谁最强势 老人最强势 钱都攥在他们口袋里 省着不花 那三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 他们日子应该过得最安稳 我们大家都这样想 那安倍也这样想 安倍的很多政策 都是希望老人去消费 想要从老人身上榨出钱来 可是郡向你知道吗 日本的统计 60岁以上的老人 他们的国民年金的平均收多少 只有折合台币两万七千块 两万七千块在日本 不好过吧 结果在调查里面发现 他们平均的支出 是折合台币四万一千块 也就是说 这些60岁以上的老人 那根本不错 富不富出 所以天天活在被钱追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老年其实很辛苦 没错 因为他们就调查 就说在日本社会 我们都有提过 有所谓的下流社会 下游老人 他们就是所谓的三嫂 什么叫三嫂 存款少 然后收入也少 最重要是可依赖的亲戚也少 像这样的老人 根据日本统计 在社会里面大概有五六百万人 相当于人口比例大概五%左右 你可以看到 截然一生 同样这四个字挂在年轻人身上 他可以等 他有的是机会 这老人家没有 他人生走到了末年 走到了末路了 他能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 所以这几年日本就有很多很奇怪的老人的事件 比如说有人就宁可自己犯罪 我去关 吃免费的劳犯 吃免费的劳犯 但是有一些人比较糟糕是想不开的 他就选择了亲生一途 生命无价 像这个叫做青木园树海 你有没有看到 都是很高大的树木 这个是日本现在的最有名的亲生的圣地 怎么会这样子 而且左看右看前后都一样的井 所以就像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它有三千公顷这么大 比我们的马祖还要大 什么意思 我进去我肯定迷路了 都长这个样子 没错 因为它的树木很高大 它的树木都是从九世纪到现在的树木 也就是说那些都是千年老木 都非常的高 所以你进到里面去 暗暗的 几乎你是很难走得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 就要变成日本的亲生的圣地 然后日本政府在四十年前的时候 开始每年在十月的时候 会派六百多个人进去这青木园树海 做什么 去搜索看看那些 就是亲生的人的遗体 然后帮他们把它亲出来 这个听起来 你会觉得这个空间让人窒息 但是外面走不下去的人 来到这个地方 就像我要告诉你更可怕的数字 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每年他们平均进去这样去做搜索 六百多人去搜索的时候 那个遗体也不过才二三十具而已 可是这个数字在2001年开始 一下子跳到了59具 然后到了2002年 跳到了76具 到了最近这几年 几乎都是破白 现在由得我们在台湾讲 日本的这座生理 日本政府没看在眼里吗 你有没有办法在这地方做一个围堵 做一个关怀 当然有 你要知道这个青木园树海里面 有很多像你现在看到这样的告示牌 告诉你说生命可贵 请自己替自己多想一想 但问题是什么 有些人意志坚定你挡不了他 所以当地的居民有两个 就是这个不成熟的这个约定 什么呢 开计程车的说 如果你看到有人要开去那边 青木园树海的话 拜托一下你不要跟他说再见 因为那一个人很有可能 有可能他到这个地方是要亲生的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因为当地居民也很热心 看到有人往青木园树海走进去的时候 他会跟着他 然后一路劝他 你最近怎么样 你是不是哪里心情不好 可是他们说 当你发现他走进去超过100公尺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跟他进去了 因为那个树海 如果没有拿着揽绳这样进去的话 你是走不出来的 好 谢谢亲黄 今天带我们看到日本年轻人 还有老人 被洗到底层下的一个底层 这是日本的现况 也是安倍首相当务之急 烫手山芋 怎么来解决 献哥进步带我们要来看到 回到国内 我们讲到房市现在刮什么风 我们给大家看到 你以为今年的房价已经跌够了吗 你可以想说利空这么多 利空出境了吧 房地合一 有土壤异化 现在又加上了所谓的房屋税 万万税 别够了吧 我没有告诉大家 事实上从毕利总经理的一封简讯要看到 房市的崩盘风暴才要开始 献哥 毕利总经理是有看这么空 为什么 就像 其实现在台湾房地产的一个状况 就像阿尔卑斯山的山顶一样 呈现了急动的一个状态 到底这个山顶有多冷 我们从毕利总经理 他的私人的一个简讯 就可以看出 台湾房地产目前正面临的一个 非常强大的兵风暴 简讯写什么 我们来看 毕利总经理这个 这个简讯不是传给一般人 它是传给老谢 因为老谢最近也发表了一个文章 所以对房地产 他也是有很多的一个看法 他其实在这个简讯里面 他真的是火力全开 痛骂政府 因为中华民国是万万税 尤其房地产最近的 那么多的一个税 把房地产搞得一滩十岁 他骂什么呢 对 他里面还讲 他说 碎戏一场毁灭的民心 蠢 他说今天磕碎熊的大尾 根本是一场游戏 黑白来还骂这个字蠢 骂政府蠢 是啊 还骂两次 他说这种蠢的政策 是误国误民 玩死台湾 房地产 台湾的房地产 一定会崩溃的 憲哥 比利总经理关心房市 句句是经典 你说什么 伤在其代 死在无量 我们都记在脑袋里 现在骂这么凶 蠢策误国 这个政府话要听一下 对 比利看坏 他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我们知道今天是8月份的第一天 我们来看热腾腾刚公布的 台湾的各个房仲 7月份的成交 大部分都是什么 小量萎缩 不然的话能够维持平盘 我跟你说已经黑命斗佛了 所以还是保守偏空 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成交量以外来看 我们再来看 7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里面 投资耐久财的指数现在是多少 89.5 比去年同期105.45 是大跌了将近16个百分点 这16个百分点跌幅这么的大 今天给大家看到两个来自7月 是房仲内部流通的 他们的成绩单 今天就已经先公布了 这个7月的成绩单保守偏空 是怎么利害怀怀 是啊 因为我们现在7月 刚才下半年的第一个月 我们过去当年有一个月 头过 新的过 我们也有一个月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但是坏的开始 不就是失败的一半吗 所以7月份的成绩不漂亮 就是出师不利 对 你说今年黄仲业的 他们的业者说 要保住去年的27万户 我跟你说门都没有 早就不做慈祥了 还有一个人说 这样来一下力保25万栋 他说如果要25万栋 我跟你说 那是阿婆 生的小孩 真的真拼 因为再过几天 马上就7月鬼月 7月鬼月 这个月几乎都没有成交 后面剩下几个月 你算一算加一加 怎么可能25万栋 所以接下来就是后天 鬼门开 鬼月大家就习惯 就不买房 不卖房 好了 这一个月大家就先休息 再来10 11 12 纯三个月而已 那个时间压力是紧绷的 对 所以你说要吹锥杆跑跳碰 都不可能 但是我们来看 有人说到底是多少 我们来用黄金洞线 捷印的黄金洞线 信义线来做一个比较最制造 信义线它已经通车三年了 从2013年的11月24号通车以后 2014年 我跟你说那是拼拼叫 非常热门的 台北市最好的一个淡房的黄金洞线 那时候是100多 所以在你画 就真的名符其实黄金洞线 对 结果从通车以后 2014年几乎全线都是百万以上 到2015年一阶一阶往下掉 从百万变99字头 然后现在已经掉到8字头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7.9万 今天这个信义线 他行经之处三个行政区 有建国在谈共 他经过了信义区 大安区 中正区 都是台北市精华的淡房区 对 没有错 所以这个淡房区都撑不住 这种黄架下沙的压力 你说其他的区怎么办 憲哥能不能一杆子打翻全船人 我们来看这个表 这是信义线各个站的一个 周边的住宅的行情 你从这样8888还有105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7字头的 真的有7字头 如果用中高最高价来算的话 他跌幅是超过24.2% 这个跌幅不能说不大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 黄金洞线今天三年下三街 换句话讲 当年想跟着黄金洞线 你们都跟他讲买什么捷运宅 是啊 想要跟着发达的人 现在不是比较差吗 我跟你说 我们家有一个例子 姓先生 姓先生跟大家一样 一看到信义线在2013年 10月24号通车以后 他就一直注意那边的行情 他想外共 这个房价一定一飞冲天 所以发财的机会就闻出来了 结果他真的在一个时机进去以后 三年让他产赔了200万 而且现在想卖都卖不掉 你说我200万 我赔200万要出场 我都出不了场 对 那我们讲2013年通车 年底通车 2014年所有新线的沿线 真的是自首可热 连那个小小小小的套房 我跟你讲 你要买都还要排队 所以姓先生就看到了 刚好有一个套房要卖 非常漂亮 地点也很漂亮 100多万以上 他就买了 买多少 1580万 买了15.05瓶 差不多105万左右 一瓶105万 那他开下去 为什么 背起来是很重 但是只要你想到 水长穿高上去 我跟你讲 开始在做白日梦 他又把那个房子 因为他是挑高 又隔间以后 夾乘隔间以后 挑高夾乘以后 他变成20几瓶 结果他就想说 我跟你讲 这次我们送的 我只要卖500万就好 1580要卖500万 我就够在那一百万 给你去抬 所以挂2180 他一装潢好以后 就马上放到店头去卖了 这个时间点很棒 把整个水水水 没没没 整个水档档 要把他嫁出去 对 而且两个月而已 好消息来了 他的楼下竟然买1850 你看 封对了 丞相起风 起码差两百万就夠了 都等一等 等一等一年 结果没消没失 结果有一天就去店头问了 你们总结有够烦万买的 夾在这里买买 年软都买买出去 你知道那种事要怎么说 怎么说 你说我跟你说 外面的行情你都不了解 你都没经典吗 你们家楼上 挂一千四百几万而已 什么啊 这是什么事啊 所以今天他没有去follow 整个房市翻转的风 我们在新闻网也谈了好几遍 我们说现在房市一翻转 两种房子难卖 豪宅 还要买的小套 是啊 有人是温水煮青蛙 有人是完全对外面的冰风暴 都毫无感觉 都毫无感觉 所以他说他去查一下 查死了 真的 他的楼上挂多少 一千四百五十万 这时他开始丢千的惊 但现在要怎么 现在要赚五百万 那个忙已经没了 算了 你认清时事 把降价换成交了 他就去找房仲 这样 我跟你说 降两百万 他每一次都降两百万 从2180 1980 1780 到1580 开始挣扎 这时刚才评价出 到底是要绕不绕 1580我都没有赚 没有赚 我还脱不了手 是啊 结果没办法 看不看 干脆就抬下去了 1380 所以现在挂一个什么 原价1580 降价1380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 他到现在还挂在那边 没有卖掉 好 我们听到了 憲哥跟我们讲说 最黄金的洞线青黄 连信义线三年来都跌跌跌 真的跌跌不休 但这还不是最惨 还有更惨的 那个字动词要叫做 在哪里 没有错 因为什么呢 大家说跌跌跌 我告诉你最严重 不是跌 跌是假的 真正的词叫做跌 那个重灾区在哪里 在台中 台中是有那么惨吗 对 我们来看 这是国债房地产指数的调查 他怎么说呢 他说全台的房价都下跌 最好的地方也平旁而起 而其中台中最惨 出现了12.3%的跌幅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表格 看看在几个都位区里面 台中到底有多惨 你看台北死撑跌2% 新北苦撑跌4.69% 但台中呢 台中是唯一里面出现 两位数的跌幅跌12.26% 所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几个包含全国总平均 都各位数 这还0.76而已 结果一块头在台中 就-12.26% 没错 -12.26% 所以我们这个严秉丽严总就说 他说房市飞来的 是几只蝴蝶不是春艳 你们想太好了 所以现在房市在台中 空成这个样子 你没有降价 就绝对不会有量 没错 所以有一个七期的房仲 台中七期的房仲他就说 他说台中现在房市 是差到不行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来看房子的人开价 都吃到十位的口水 每个都从六折开始出价 你没玩 十位没有在教人家六折砍 他八折讲最多 你这个六折你不怕太没行情吗 问题是人家就出这个价格 所以就是因为买方都出这个价格 所以成交价不断不断的下修 就有个网友说 这种跌的方式 这根本不是跌 这是用崩的嘛 好 你看到了 这是台中的这股风 这样就煩惱了 建商头甲冒来修 头客头甲冒来修 想要卖房子的 现在怎么过日子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状况 就说我们的这个小蜜蜂 就联络了这个我们台中的这位房仲Y经理 他Y经理就说 到底现在房市状况好还是不好 那Y经理就说 现在头客套很惨 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我也认识 这个头之三建客 这三建客是什么呢 有三个很特殊秘的人 之前2013年的时候 建商盖了一批城屋在那个地方 这三个人去看那个房子 那这个建商盖的方式是 比较低的楼层 屏数比较小 总价还比较低 但是高楼层都是大坪树的豪宅 结果建商完工了之后 这个你知道小坪树低总价卖得好 收到先买了 通通卖光光了 但是高楼层这些大坪树的 卖不掉套牢啊 结果没想到这个投资三建客 这三建客竟然自己跑去跟建商说 我全部给你买 但是你要给我六五折 怎么有这么大心肝 六五折 它是要吗 如果是堵吞不吞呢 等一下回来看看这三建客 后来怎么了 大家可能都觉得房市翻转的时候 投客逃命都来不及了 居然在台中七奇 还有投客三建客 逆向杀进去大扫货 没错 他们就意识操作 你知道这建商剩下的户数 大概是30户左右 你如果以一户 2000万去做计算 因为都是大坪数的嘛 30户 你至少30户 对 你至少要6亿 所以那这外经理就觉得很纳闷 就说房市在这个时候 你们竟然这么大手笔 跳进去扫货6亿 而且俊相你想想看 豪宅都是100多瓶 对不对 对 你用一瓶100块去算 那管理费一个月 你光是一间都要1万多块 何况你有30间 你看30间 如果我房地合一 我摆个两年 我就多少 30乘以24 720万的管理费 对 然后这还不包括 你房贷是不是要付利息 对 这都没有算在内 然后所以外经理就很纳闷 那他忍不住就直接去问 这个三个投资客说 你们打的算盘到底是什么 这个实际点 你们怎么会做这么大手笔的扫货呢 好 这三个人就告诉他 他说其实我们是打算先放个两年 等到房地合一的这个怎么讲 税金时间算过了之后 等到这些约束的都过了 我再拿出来慢慢卖 你又卖得掉 你要卖给谁 他打算盘是这样 他说就算我打个八折去卖 我还是跟我本来买的六折 我还是有赚头啊 所以今天就是套这个1.5折的价差 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问题是不要忘了 刚刚情况告诉我们 现在台中砍价从几折开始砍 说六折 你卖给谁啊 没错 所以外经理就想 他说你们这三个人到底是 精明的投资客还是三个傻蛋 为什么你知道吗 第一个 管理费一年要好几百万 第二个 房屋税现在要调高了 你不要付吗 你当然要付啊 第三个 利息你要不要出 你也要出啊 最重要是这三个如果压得你喘不过气 还有第四个是什么 房价如果再往下再跌 跌破你那个六五折的价格 你到时候是赔了一屁股呢 好 听到这个地方是外来告诉我们 2016 8月开始了 我们已经就下半年了 房价到底跌够了没啊 还没啊 这样才开始而已 这个什么台中崩盘 也是房仲自己喊出来 房仲自己居然先崩溃了 崩溃的原因是在于现在的时间 已经开始到了向下定锚的一个方式了 也就是说今天房价不是往上 而是往下走 比如说我们先前讲说板桥一瓶40万 他已经到了一个破坏的消息是说 今天板桥捷运站40 所以卢州的捷运站也学了 那既然板桥40 那我卢州该多少 他也40吧 可能比40还要低一点 他因为投资 资助客才愿意成交面板桥 我一样钱为什么不买板桥 然后买卢州 这价格破坏在比价了 有没有 所以整个新北市都在比价 而且这比价比价到了台北市 我们知道今天的新闻出来是说 智琳姐姐买了一间房子 对不对 在中正区一般的建商 一般的地段 而且他不是豪宅 只是平数稍微大一点 他只是一般的房子 他的价格是十价登物的七五折 人家是智琳姐姐 那你是谁 你去买谁给你七五折 是嘛 智琳姐姐七五折比较厉害 那一般是不是至少八折 我跟你讲 板桥地毛现在是往下八折 卢州的地毛也是往下八折 那现在中正区来了 这种好房子 一样也是向下地毛到七五折 而且智琳姐还是高楼层 有大露台 千载难逢的一户 所以一般的房子 可能他的地毛会比较更大一点 那大家都在等什么 为什么今天大家都不买 而且过两天是农历七月了 惨了 没有人看房子了 大家全部都在等社会住宅 那先前在蔡英文当选之前 所有人都讲是 社会住宅没钱 没钱去 可是现在政府找到裁员 因为政府就可以跟一般建商一样 我们跟银行借钱 他现在钱借到了 而且地也借到了 北宜旁边最金黄那块地圈起来了 全部都换到了 所以各位 你看现在南港房价开始崩盘了 信义区房价开始崩盘了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哪里 桃园会更开始崩盘 因为桃园市长已经讲说 我们已经全部准备好 现在等钱进来 整地弄好 等政府一身另一项 桃园的社会住宅 就开始要几千五几千五的盖了 所以再一直到了台中 为什么台中今天 刚刚清风讲说已经崩盒 因为林家荣他也准备好了 社会住宅 也在于投资热区的地方 不管是七旗 还是在郊区的 像太平这些地方 都有社会住宅 所以你等着看好了 农历七月之后房价会再跌 这几天大家见了一面 第一个人打招呼就是 哇 软到要变掉了 的确 上新的看到 连续四天破38度C 是真的有史以来 119年来破纪录了 蔡总会来告诉我们 居然有这么一家公司 我们都认为热到这个时候 用电量肯定是报表 不好意思 事实上有一间公司 一年340天不免开电器 蔡总 这是老板血汗吗 不给开吗 50万人在网络上看到这一则 他们触及到这则新闻 都想知道答案 今天请你公布答案 今年的夏天特别热 所以不开冷气不行 问题开了冷气 用电量爆表 我们的荷包瘦了一大圈 所以小鼠跟省电 应该是冲突的 对 但是有一家公司 它叫欧来的 是 竟然一年365天 340天不开冷气 老板哪有这么判施 老板就是这 好 今天劳资关系 我们今天好好等下来问一下他 怎么会热成这样 你会想说 是不是我们的格董太普门了 血汗工厂 不是 人家是这样 你看一年可以年省100万的电汇 还可以卖到台电 甚至还赚钱 今天这个格董花了1.85亿 在桃园的龙潭盖了一个总部跟工厂 所以今天不只是他们家很省电 自然粮 多的电汇卖给台电 这个厉害了 我们要去工厂一定要看什么 看赚钱的荒位 风水 我们讲的是财位 对 财位 人家不是 人家的风位是怎么样 它是风向跟光线 是 它的特殊的建筑工坊 我们看见面 我可以作证 刚好凑巧 我昨天就去这个地方 好 我去吃的客家菜 这家公司这长什么样子 我就在那龙潭大池鼎鼎有名 客家菜 我没选一线定位 老板说对不起 你在外面给我等40分钟 好 很红的一家鞋店 外面 我最怕热 还好坐在那个地方 阴凉的地方 水汽上来 还真的 连我这么怕热的人 我都可以撑40分钟 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夏天是不是吹南风 所以它建筑南面凹进去 把池水上升的水汽吸进来 所以他们员工的办公室 都在西南侧 光这个设计蛮特别的 北面的时候 冬天就是东北季风 所以当然这个北面 北边的时候突出来 可以把这个风雨挡下来 所以你看 南凹北凸 光这个部分就省了很多电费 冬暖夏凉 这个方位是不是财卫 当然是财卫 他省电费 凹进去这个地方 把带着水汽 大口逼的 蒸发起来的水汽 一起带进来 凉凉的首当其冲 办公室就给他重兵布在这个地方了 还有员工办公的区域 没有传统的隔板 当然员工会觉得说 我们不是都有OA隐私 人家这样没有隔板 为什么 那个空气可以流通 当然主管的办公室 有一些隔板 但是也不是全部上到下 全部都隔室 留了一个空缝 所以当然这个空气流通的时候 电风扇一吹 立刻还要开什么冷气 再过来 他的对流光线可以采光 那室内要不要开灯 不用开灯 我就有阳光自然光 说这几个的以后 我们看一下 记者应该是前阵子 那时候还不是那么热 外面的温度31度 但是体感就35度 就进来欧兰德 把它测一测 28度 28度是我们猛力开冷气 好不容易空荡到28度 你才可以定下心好好做 好 蔡从刚刚讲都是 房子外面的外观跟座相 带我们进去看 有一些巧妙的设计 它有二层楼高的瀑布墙 这个凉快了 这不是说做水 做红水 上面收集汽水 对不对 汽水怎么样 可以干灌溉 所以这个是循环利用的 然后下来经过过滤了以后 这个水还可以到厕所里面去 冲水 对 回收 电力不浪费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每一个办公桌上 都有独立的一个店员 然后最后一个下班的员工 把这个开关一开了以后 整个办公室的店就停了 桌面上备用的电源也下档了 那这个省电了 所以我们很害怕 以前都还有管理员 对不对 一个一个去帮你关 不用 这个神秘的按钮一按 全部都下档了 其实因为很多员工 下班以后忘记 对 再过来 这很特别 你看 这就是楼梯走上来 你有没有觉得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一般那个照明 楼梯怕人家跌倒 上面天花板有这个照明 对不对 它怎么楼梯会发光 它是在楼梯的扶手 用LED的灯 好 告诉你 扶手在这个地方扶好 你就不会跌倒了 不能射得那么高 那个光源就晕开就浪费了 对 据说这样的设计 光这个部分的电就省一半 对 拆过来你看 太阳他们有自己的花电系统 还有一些烘电的设计 上面这个顶楼 顶楼最热 对不对 你看30公分的土 把它铺起来 跟这个石头 哇 那个就比较凉了 而且他们还下班的时候 现在比如这个周修了 大家下班了 这个电就进去了 这个公用的电话 到设计了这个网路 还可以把电卖给台电 四年光这个花电的收入 就有一个210万 哇 你看这个欧兰德周围会赚 这个业外还赚这么大 好 赚这么大 我们来看看 四年发电收入210万 当然网友关心的 不是你老板赚多少钱 210万 说多不多 说少也是一笔数字 董事长来到这个地方 葛董欢迎你来 葛董来跟我们讲讲看 网友今天在网路手机上 阅览到这个超过50万人 现在还持续标破 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们略知一二了 来跟我们说说看 听说刚刚蔡总讲的那些妹妹 还有一个很厉害在里面 洗手槽的下面 原来这个地方有没感的 对 我们在到处的地方 用电的地方在省电 用水的地方要省水 所以我们公司需要40个水龙头 这水龙头 其实过去船长上 我们水龙头的动作为什么 我们会打开水龙头 然后抹上清洁剂 其实这时候水龙头不会去关它 然后等我抹好要冲洗干净 然后刚刚的水龙头摸张了 还要拿水去再把它洗一下 对 然后再全部离开以后 这整个其实浪费的水非常的多 所以他讲的就是我们一般使用的经验 但是我发现你们家的不一样 你怎么还有一个好像弹钢琴的脚踏板 这是做什么的 对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节水 又能够到节电 过去有新的做法 就是我们会装个感应器 这个感应器当我们去触碰到 或是靠近它的时候 它就会水过来 没有错 它可以达到节水的目的 可是它需要电 我们一天上班几个小时 至少8个小时 8个小时 感应器它是接着电源的 它一般一天上班24小时 它在waiting的时候雨都在耗电 一个感应器光是sensor 就是5瓦的耗电 再加上它还有启动器的马达 等等的音速器耗电还更高 老板会精算拿掉 5瓦乘以40个 乘以24小时 乘以365天都上班 所以是175万2千瓦 所以我们让它变成零 而且省水还可以省到65% 好 那这个踏板做什么用 这机械式的 当你靠过去的时候 你踩的时候 就取代了原来的感应器 所以打肥皂的时候 你打你的肥皂没有关系 你自然会把脚离开 手会停 对 然后你需要用的时候 你自然会踩下去 当你离开的时候 它也不会再做动了 动作了 所以说大概 经过成功大学的测试 可以省水65.5% 省电节能真的甘恶 一点滑 说破不够丹 所以葛董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非常讶异的是 你们家做什么的 做洗髮机 洗髮机 有没有听到 环保节能 这你以为是high tech 五大创新产业 没有 你们居然做传产的 都会太跳痛了 是 因为我们想要做一个绿色 然后真正把它彻底的执行 所以我们说 从产品里面的本身的原料 到包装 到制成 到废弃物 到所有的资源 使用 再利用等等 我们都尽量去做到 所谓的循环经济 来 今天循环经济 讲到脆脆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真的是 有没有这个好像是烧杯 或者是试管之类的东西 都是做实验的 你装着这个就是实验室了 来跟我们说说看 因为你有个特色 他们家的这个洗髮机 越卖越绿 我说的不是党政色彩 而是环保这件事情 说说看你们怎么玩环保的 因为大家都不希望说 用过多的食化原料 包括它的过敏性 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 产生了危害性 所以我们都希望从田里面 从植物里面去找东西 那么你知道说我们台湾 喝咖啡越来越多了 可能跟经济或是政治的 因素有关系 喝咖啡可以很了解 咖啡喝下来以后 这个咖啡渣 我们泡过了以后 它是用水去融它 融它以后我们喝它的咖啡 跟它的香气 可是剩下这个渣 全部都丢掉 不会 我们拿去除臭 是的 是好方法 甚至可以拿来堆肥等等 那么我们把它这个渣拿来 把它的油萃取出来 因为它的油完全没有利用到 所以我们把它油萃取 是我们清洁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除此之外还把它的包装 也把它用这个渣出能包装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产品的品质 它是原来的咖啡渣的颜色 没有染色 你说这个里面的原料是它 对 是它 里面的成分是油 你说我把这个埋到土里的话 它可以分解的 它可以分解 还不止分解而已 这个渣做成的瓶子 瓶子你埋在土里面半年以后 它会完全分解 然后这里面还有两个咖啡的种子 然后它会自然长出两颗咖啡树出来 所以 有没有看到这个种子在这里 所以说说我今天用这个洗头发 洗完了给它埋在土里 让它自然分解 让它自然烂在土里 结果隔一阵子它会长出咖啡树 半年就长出来了 好酷 好 这个是咖啡树 你把它埋在这个地方送给你的用者 对不对 另外我看 咖啡皮 这是什么东西 咖啡壳 为什么咖啡壳 咖啡壳过去在台湾里面 尤其是云林谷克那边 全部都抛弃掉 那么云林谷克的希望它的经济产值 能够提高 能够提高收入 所以我们就把咖啡树 来萃取出来 咖啡壳里面最多什么东西 最多咖啡因 非常纯净的咖啡因 所以营养的在这里 咖啡因刺激毛囊 可以帮助头发生长 所以我们又把它做成原料 所以把废弃物又变成黄金 好 今天瓶瓶罐罐 这罐白色的其实最有梗 他在干嘛用的 买一个梗 等一下回来 董事长说给你听 人家说这个人 肯定就大 今天在我旁边这个葛董事长 跟老天爷借风 借水 玩环保 完成金了 来 说说看 你说这一个洗头发的 洗完了埋在土里面 它居然半年后会长出咖啡树 这个太酷了 那这一罐又是什么呢 这一罐是我们刚刚发表的 这是百分之百回收的塑胶瓶 就是我们从牛奶瓶里面回收 像这种瓶吗 对 是这种瓶 把它搅碎 对 把它搅碎 搅碎以后 洗练以后 然后再制 百分之百再制的 或者是我们全球发表的第一瓶 就是百分之百再制的塑胶瓶 我们希望不要再从石油那边再制了 我们希望的目的就是 就是减塑 然后减碳 这个塑胶瓶的减碳量是多少 一公斤 原来这个塑胶瓶 HDPE的塑胶 它一公斤原来盘碳量是2000 对 是2000克 那么现在一公斤 已经降到499克 剩下五分之一 剩下四分之一 所以这是环保的模范生 对 而且它不用在 我们知道在石油在练取的过程之中 练解的过程之中 和挖取的过程之中 是盘碳量最高的时候 所以我们完全不需要那个阶段 所以你看看50万人在网路上 等着要这个答案 想问葛董说 你老板怎么会这么厉害 老板在这里 原来我们看到 cool down只是你玩环保 一个小小的技巧而已 真正厉害在这几瓶 你可以看到 这个壳也被你玩成这个样子 这个居然可以 拿来再当洗髮精好 对 好厉害 壳的话是帮助长头发 渣的话是减少废弃物 对 然后可以用